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到的是海童子的附近 要吃的是一样很传统的东西 叫做竹星面 说到竹星面 我印象中,会更加觉得是西关 甚至乎是东山 这边都是老四区 在大人人人检评上 是这一带排行第一的竹星面 叫做自制竹星面 收到 我们这地方拍摄 有时候渡航不听话 问一下阿叔,问一下街坊 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根据渡航来到这里 但发觉这边是一片很有生活气息的地方 有个旧楼和这边有一个市场 阿叔阿姐在卖东西 会是一间收得很迷的店 现在渡航已经坏了 婆婆,不好意思 问一下这里是否有自制竹星面 自制竹星面 自制竹星面前面 你们有没有光顾那间 有 好吗 好 好吃 我昨天才吃过 真的吗 有什么好吃 虾子面 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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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樓上是居民楼的一楼地铺 会在市场的一条冷行当中 有点意思 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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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情,热情,热情 热情,热情 我不客气了 热情,热情 一定会浓浓 会轻轻碰到水 热情,热情 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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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黄 不好意思 这是鲍鱼云吞 鲍鱼云吞 我一直以为是烤味独家 我一直以为是烤味独家 这里也有 1390 好吃 鲍鱼的鸡肉 鲍鱼的鸡肉 鲍鱼,鲅肉 鲍鲜鲜 虾子撈面 看起身好,有人试一试 炒米粉的感觉 干,爽口 虾子库在面上提供的鲜鲜味道 好吃 已经有十多年了 以前在外省工作很少回来 但我回来都会在这里吃 你觉得你做小妹时吃 和你现在大了再吃 区别大不大? 区别不是很大,差不多 都是那种你喜欢的味道 是,那种很怀旧的味道 其实在其他地方吃 这种味道就吃不到什么 地胆广州人都知道 没有东西就是喂食 到处都会试的 总括来说,这里的味道 算是这么多年之中 水准变化不大 都是比较以前小的 一般的咸鲜鱼混� na 竹井面有贴 éc German 来得更加鲜甜 我想说,我认识了自己的说话 有时候在老广州吃的那种味道 你的舌头很大,磁绘量很大 有时候很难准备出 是一种甜味,咸味,酸味,还是什么味道 但只要你一吃,就是它了 刚才那家自造烧色面就给了我一吃 就是它了 就是广州的味道 最后请你记住,姚大修吃完全世界的人